这个拉链的设计可以快速的透气 做休闲骑哪怕竞速骑行的时候也可以穿 然后尖领的设计相比于那种 就是比较商务的大领子的设计 这个领子更加的气质更加的好看 婚姻上面了吗 大家去看 包括这个口袋 因为我们上面做的是一种三角形的加固的 你仔细使劲的去扯 它也会很快的就是回弹 不会变形 然后它也不会起球 杰尼亚运动线对比 其他的这种传统的波罗山 底下做了一个抽绳的设计 有人问这个是不是画车天足 当然你也可以去这么去理解 但是你要考虑到 不是每一个朋友都像您一样 高大威猛 嗨大家我是谢老板 最近我在想 怎么样去跟大家互动的更多一点 所以接下来我去家里头 因为搬家了 然后在工作室和 就是原来家里面就是有很多的唱片 所以想每天 就拿五张唱片吧 稍微的讲解一下 然后放在家去规制起来 然后慢慢的可能过一年左右吧 逐渐的就能把一两千张唱片 全部都规制在一起 分门别类的去规制 也比较有成就感吧 让大家也有一些参与感 另外就是向大家去汇报一下 我们制作产品的一个进度 因为这个视频啊 就是老板也不知道我怎么拍 口袋里牙套把它放到旁边 然后请老板跟随我们过来 我们去到那边去看一下 跟大家去汇报一下 就是工作进度 就是大家会看 我去做了一个经济化表格 也不用细看 因为细看字太小了 我为了节约成本 把它设置打印格式 都打印在一张上面了 大家去看都是红的 是怎么一回事呢 就是里面就是目前 我们送到工厂的一共有 就是下面一二三四 是去补货的 前面一共有28款衣服 28款衣服里面有15款 就是还在做样品 然后还有8款 就是我们其实收到样品了 还没有跟工厂进行确认 为什么呢 因为有一些比较厚 还有一些就是在做 第二版和第三版的样品 所以逐渐的会有一些 就是工作进度 跟大家汇报吧 这个是老板放在这边的 这个脆皮 夏威夷果 咖啡 然后 这个星期更新的比较简单 这个星期更新一款 就是我们用空心纱面料 做的一款机能风的破洛衫 就是非常好穿 这个已经是我们做的 第二代空心纱的第三款产品了 因为这个产品 面料用了很多嘛 所以为了去谨慎起见 我们也去做了一个产品的检测报告 做了一个11项的一个检测 分别有PH值 就是甲醛 有没有甲醛 有没有异味 有没有致癌物质 耐水色劳度怎么样 耐汗色劳度怎么样 耐就是造洗色劳度怎么样 就是洗液液或者肥皂的色劳度怎么样 耐干的摩擦色劳度怎么样 就是你去干擦的色劳度 然后还有顶破墙里 就是这个面料的耐久度如何 水洗尺寸变化率 就是多次水洗之后 有没有变形 有没有烘干以后 有没有缩水 包括有没有起球 做了一个检测 这个检测报告 我们在空心纱面料的里面 也都贴出来了 非常好 非常稳固 色劳度 耐久度都非常好 然后这个面料还有如下特点 就是第一个 它非常的稀湿 然后它又非常的透气 然后它素干 穿上身了以后 哪怕你出了很多汗 这个衣服都会漂浮在身上 不会有粘在身上 那种湿答答的感觉 并且穿很久 它也不会有异味 就是好比说你户外去徒步 或者去跟朋友去打高尔夫 出了一天的汗 这个时候可能有的 别人身上气味会比较 有一些汗臭味吧 但是你穿上空心纱 就很神奇 因为它独特的这种 空心纱面料的脂法 使得这个面料 长期穿 也不会有那个异味 所以我准备下个星期 去户外徒步的时候 也去穿空心纱的服装 这样我就可以少带 一到两件衣服 减轻自身装备的重量 然后去看一下这个衣服的设计 这些衣服的原版是一个 杰尼亚的运动线 我穿了两年多了 原版有个最大的问题 好看是非常好看 但是它原版是一个 朱蒂王眼面料的 第一是朱蒂王眼面料 大家都知道软塌塌的 第二个是说 因为它本身朱蒂王眼面料 洗几次以后 它就有可能会变形 而且色劳度没有那么高 所以穿了两年以后 基本上也打入冷宫了 因为穿上以后质感不太好 空心纱面料 大家去看 包括这个口袋 因为我们上面做的 是一种三角形的加固的 你仔细使劲的去扯 它也会很快的回弹 不会变形 然后它也不会起球 包括整体的剪裁 去做了一个 略微宽松的立体裁片 所以穿上身 任何人穿上都好看 杰尼亚运动线 对比其他的这种 传统的破漏衫 底下做了一个抽绳的设计 有人问这个是不是画蛇天族 当然你也可以去这么去理解 但是你要考虑到 不是每一个朋友都像您一样 高大威猛 也有那种身材比较矮小 头脑智慧很高的那种朋友 这时候他想穿一件破漏衫 因为破漏衫的衣裳通常要做到 68到70了M号 就是我穿的蟹码 这个时候他穿上以后 衣裳很长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有点像那种裙子式的感觉 这个时候你把下摆 去做一个抽绳 这个时候也方便运动 骑行啊什么 打高尔夫都可以 你把它这样去 穿起来 就类似于冲锋衣的这种 下摆的抽绳效果吧 这样你穿上以后 是不是如果你个子 没有那么高大威猛 穿上以后 也没有像穿那种别的那种 好比说Polo品牌的Polo衫 然后什么杰尼亚品牌 然后海克特品牌的Polo衫那样 穿上以后像裙子一样 拉长的效果 是不是感觉很好 觉得这个特别好 我也觉得这个设计特别好 并且如果你 比如说运动或者骑车的时候 如果你Polo衫很长 有可能会坐到屁股底 这个时候你把它系起来 是不是感觉倍儿棒 然后再说一下 就是简单的 这个拉链的设计 可以快速的透气 做休闲骑 哪怕竞速骑行的时候 也可以穿 然后第二点是说 肩膀我们去做了一个立体裁片 相比原来的就是一个片式的剪裁 我们就在肩膀上单独做了一个裁片 虽然稍微复杂一点 但是穿上身的这个肩膀的男人 肩膀让你靠 肩膀的这个效果和上身的这个整体的效果 会有一丢丢的加强 我觉得这个就很好 宽松的剪裁 哪怕你胸脯比较饱满 宽松的剪裁也会让你整体看起来很匀秤 所以这个POLO衫 而且是这种比较气质的肩领的设计 相比于那种 就是比较商务的大领子的设计 这个领子更加的气质 更加的好看 这个口袋嘛 我个人觉得你去放一些小零食 放你的太阳镜墨镜 或者攀岩用的这种什么挂钩啊 头灯啊 什么放进去 都很方便 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设计 这个口袋 口袋是永远不会被淘汰的 每个人都需要口袋 口袋妖怪 Pokemon口袋 所以这个星期比较简单 两个颜色 一个非常气质的 我们做了很多款式的一个豆绿灰 还有一个非常经典的黑色 后期我们会再增加颜色 但是前期嘛 因为为了去压缩库存 所以我们一开始就做了一个深色 一个浅色供大家选择 如果卖的好的话 后期去增加新的配色 给大家纯色的 棒棒的 感谢大家观赏